而今年呢 其实我们并不见得是支持 在高山上一定要有民宿 但是我想许多人可能需要知道他们的故事 当然这里头并不是所有的民宿 都是当年从泰免边界移民过来的 那么也有一段时间呢 政府在这里头扮演了一定程度的鼓吹的角色 那很多人也把到亲近农场 他当成他的退休的计划 没有想到看见台湾一个电影 颠覆了人们对亲近农场的见解 这当然主要是台湾行政院做出来的单一决定 那么这个单一决定呢 目前为止 是不是全台湾所有的高山 主要的民宿 全部都要做相同的处理 内政部的回答说 那会遍地烽火 换句话说 亲近将是唯一 这将是亲近最后一年跨年嘛 我们并不知情 但是我们的记者 在今年爬了将近八个小时 也等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最终和亲近农场的居民跨过 他们大概在最近以来 这十多年来史上最黯淡的跨年之夜 最雷进入2014年 只剩下八小时 但还有很多事劝来不及做完 太阳就要下山 成群的羊儿也急着回家 夜幕低垂 路易不绝的游客逐渐往跨年晚会广场方向聚集 青年参与亲近跨年人潮不如以往 游客量比过去少了两成 因为社会舆论把破坏国土安全的矛头指向这个地方 亲近农场连续一个月屡遭踏伐 当地居民在面临庞大社会压力下 跨年晚会差点难缠 最后他们还是坚持要继续办跨年晚会 而且绝对不让201314的亲近跨年晚会 变成美丽的绝响 民宿业者自掏腰包 南投县政府提供了少量赞助 成就了一个美丽的夜晚 这是全台最高 也是夜空最美的跨年晚会 在海拔一千八百公尺的身上 望着满天星斗 气温只有两度 却没有人躲在屋子里 游客在广场上或站或坐 在寒风里头吃着素食便当 却因为配上了星空与音乐 竟然觉得特别美味 当地居民常居于此超过半世纪 他们把毕生的心血都给了他们的家 他们把自己的青春都给了这块土地 这个晚上他们向山林许愿 201314要守护这里一生无事 16 15 14 13 12 11 19 19 6 5 4 3 2 1 你说自己щipe水曼 就超过半世纪 空园 觉不知道 一定 第二集 被面失策 老心 棚 иться 子 呀 我们的确很少 很认真的 仔细去看过我们的家园 真正的模样 因为情绪的泪水 总让人只看到 模糊的表面 我将千玉滴 无声无息 曾有的一切 揭露片电影看见台湾 的确让大家看见了 台湾的美丽与哀愁 但是很多人却忽略 电影里点出 国土安全与保育 最严重的两大问题 其实是稻采沙石与烂抽地下水 政府虽高喊拿出魄力 拯救国土 却没有动作防堵稻采沙石 也不去处理烂抽地下水 而是把公权力的第一刀 直接披在国内外知名度 最高的清净农场上 结果是 这片清幽的山谷 变成了一个美丽的错误 回头看看跨年夜的 24小时前 当地居民面对外界排山倒海的压力 围炉讨论着 跨年晚会后 想说还能再多做什么呢 熊熊炉火 是上天赐给人类的礼物 代代相传 之后 人类有了土地 在土地上 建立了家园 看着自己的家园 许一个新年愿望 而这个愿望跟往年有点不一样 我们有每个人来这边的故事 我们最终就是爱这块 我们是为了赚更多钱来这里吗 我们为了赚更多钱 我们就就往都市里面去跑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你说我们为什么乐观 我们就是那么乐观 这个就是梦想 台湾人的梦想 每个人的家里面 他都用最大 用他一生的爱在这边 因为他把所有的心血都放在这边 希望他是一代传一代 以后我们未来永远可以在这边 醒来之后 这是新的一天 张开双眼 这是新的一年 登上高处 这是我的祈愿 看见台湾 这是我的家园 看见台湾 这是我的家园